如果有人想去旅行,也在考慮有什麼選擇 我除了那些好,也想帶出一些不太好 畢業的時候,剛剛去過一個旅行 名字叫Kontiki 這個旅行團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外國來說,這個旅行團只容許18歲至35歲 因為他們是年輕人,他們有四種類 第一個是住酒店 在他們的包裝中叫做最貴重的 歐洲的衣製簡直是北美一星都不如 有些黑色的毛 我一進去,當時已經病 進入酒店房間,咄得越來越厲害 第三種類更好 睡在街上,有Camping 吃吃東西 誰來的呢? 原來是一群,好像有點野人 有些很累的樣子 原來這群是去Camping的那一群 他們好像看到自來水都開心到要暈倒 我們當時吃什麼? 吃Pasta 在Italy裡面 吃什麼?Pasta 煮到爛爛的Pasta 再加兩種汁 有兩種汁給你選的,大家記住 有白汁和茄汁 你說配料? 沒有配料的 對不起 All in all Contiqui這個tour 就真的是 挺特別的一個 experience 如果你說我真的想認識朋友 而且一定要認識一些超年輕的 當然 我心裡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你不上網呢? 但是如果你說我真的想認識他們 OK, fine 你可以去這裡 由你家是有家可歸到無家可歸 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現在